市長謝國良到基隆成績轉運站附近開直播 卻遭到所謂台灣國人員鬧場的情況 市長謝國良憑心靜氣表示 他絕對尊重不同意見的表達 也希望大家能夠彼此尊重 包含說昨天有一些反對的人士來去做跟騷 那今天有所謂台灣國的人 來去做鬧場的行為 那位陳理事長 上次馬總統來的時候他也有來 大家越來越熟好像變成朋友了 那我覺得大家有不同的意見的表達 我們都尊重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要 這個守一些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則 然後大家彼此之間 就是不要互相尊重 然後不要有太多的衝突 那我覺得我們絕對真心的 很真誠的尊重不同意見 包括罷免團體他們所提出的論述跟想法 同方表達這些不同的意見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大家都能夠有一個自己表達意見的時間跟空間 然後最好能夠不要做到彼此干擾 當然我們對於不同意見給我們的指教 我們都會互相尊重 我覺得我一定還是要做這樣子的表述 對我們有不同意見的 像昨天今天也好 我們都會盡力的互以尊重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說 大家彼此之間盡量理性 然後呢 不要彼此之間造成潛在的衝突 因為這樣對台灣對基隆都不是一個好的方向 也不是一個好的風氣 另外針對罷免市長謝國良開始 而傳出藍白也要反制 罷免綠立委的情況 謝國良表示包括基隆市在內都不要有罷免 讓大家好好做事 台灣政局才能穩定 針對罷免謝國良呢 有藍白提出可能會去推動罷免吳思瑤 甚至是吳輝依來反制 知道怎麼看 其實這樣子很平凡罷免是不對的 那據我了解 包括葉元之徐曉星 現在他們都被列為目標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說 雙方都不要有罷免 然後讓大家好好做事 包括基隆在內 我認為才是對台灣政局 未來穩定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那你如果說以後 把遍地都是罷免 那罷免對象也可能會從縣市長變成立委 甚至變成直轄市縣市議員 那台灣的政局一定是更加混亂跟不穩定 8月1號下午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舉行113年 模範父親暨好人好事表揚大會 及公益演唱會活動 基隆市長謝國良和立委林沛祥 以及包括張耿輝 韓世玉 呂美玲 秦珍 以及陳明健等多位市議員都親自參加 道場恭賀受獎的模範父親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 我們每一區都有參加模範父親表揚大會 那我做爸爸以後這七年來感受到 真的做父親也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 更何況這些已經經歷了四五十年的一個 爸爸的這種工作 然後一輩子為了家庭的付出 我們衷心的感謝他們 所以今天的表揚是對他們來說一個很微薄 但是我們很真心的一個表達感謝跟 感佩他們作為父親 偉大父親的一種貢獻 事實上所有公務門的財政要照顧所有的人 基本上都所勾動 我們的社會安全網是有限的 所以這時候感謝我們有很多的志工 感謝有很多在自己已經很辛苦的時候 還願意多付出一份力量 把這個社會 把我們的家園 把他們更好的人 所以今天我們也推出出來 一區推出出來一位我們的討人好事代表 在模範父親以及好人好事代表和家眷 區長 里長等人陪同夏 和市長謝國良 市政府民政處長張元祥 社會處長楊玉欣 立委林沛祥以及議長 童子偉秘書等人一起合影留念 提前慶祝父親節 而由盧役同祭會 承辦的表揚活動結束之後 也由旺旺文教基金會協辦公益演唱會 邀請知名的民歌手現場公益演唱 讓所有觀眾如沐春風 氣氛溫馨 市長也特別頒證感謝牌 感謝包括盧役同祭會 以及旺旺文教基金會等單位團體 承辦及協辦表揚活動和公益演唱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